在俄乌战争之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在3月减少了258亿美元,因为股票和债券持续大量外流。 央行将3.188万亿美元规模的外汇储备下降归因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和外汇市场的波动。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受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地缘政治局势、冠状病毒、死灰复燃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主要国家的债券价格普遍下跌。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言人王春英在周四说,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以美元以外的货币计价的资产在兑换成美元后价值下降,伴随着资产价格的变化,造成外汇储备的下降。 中国财经杂志财新周四援引一位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的话说,尽管最近出现了波动,但外汇监管机构仍然预计外国对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投资会长期增加。 这位官员说,跨境证券投资的短期波动并不代表外国投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趋势发生了逆转。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上个月的一份报告,自俄罗斯二月底军事力量进入乌克兰以来,全球投资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中国撤资。 据IIF估计,三月份从中国债券中流出的资金总额为112亿美元,而股票则减少了63亿美元。 央行数据显示,海外持有的中国债券在连续30多个月增加后,二月份也减少了800亿元。 金融数据提供商WIND在三月份显示,通过允许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购买中国股票的陆港通计划,净流出451亿元人民币。 但分析人士认为,股票和债券的外流可能是暂时的,中国人民银行仍将关注人民币的汇率波动,而不是债券和股票外流的贬值压力。 自从二月底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股票和债券投资确实大量外流。 但股票和债券流动只是中国整体资本流动的一小部分。 麦格里集团本周早些时候说,该集团表示,尽管出现了抛售,但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仍保持稳定。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2月28日录得6.311,3月31日录得6.343。 考虑到中国的银行和企业在过去两年中建立的巨大的美元池,这种稳定不应该太令人惊讶。 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更担心人民币太强而不是太弱,麦格里补充道。 现在关注编辑实验室,与全球最新的财经信息保持同步。